这是中国女子体操黄金一带的巅峰代表错 也是女子体操团体项目的奥运首金之战 2008年北京奥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 中国队派出了成飞 杨依林 李珊珊 何可欣 姜玉 邓林林 六人组成的08黄金一带迎接一种世界豪强的挑战 与中国队同组的是传统豪强美国女子体操队 他们一路过关斩将 是要在北京应得阔别12年之久的奥运金牌 而在加曼口出战的中国女子体操队 同样需要一场胜利为自己证明 一场中美女子体操的巅峰对决即将上演 女子体操团体项目是由跳马 高低杠 平衡目 自由体操 四大团体项目组成 首先比的是跳马项目 中国小将杨依林第一位出场 她选择难度系数5.8 只可以后攻翻转体720度 杨依林第一跳落地时重心稍有不稳 但整体完成度还不错 裁判也是给出了15.10分 接着来出场的是队长承飞 承飞不愧是队长 整他动作行里流水一气呵成 裁判也是打出了16.0的高分 飞欧出场的是年仅16岁的小将邓琳琳 整场比赛都以黑马的姿态带给我们惊喜 我们看一下他这一项的表现 邓琳琳这一跳完成得非常好 无懈可击 相应跟钢钉一样直直地扎在垫子上 中国队的三名队员圆满完成了跳马这一项角逐 总得分46.350分 美国的第一个出场的是斯洛安 他也是选择了难度系数5.8 肢体后空翻转体720度 斯洛安这一跳完成得很好 15.20分 他自己也露出了很满意的效忠 接下来出场的是约翰逊肖安 他选择了难度系数6.5 肢体后空翻转体900度 约翰逊肖安这一跳落地不是很稳 但最终还是得到了16.0的高分 美国队最后一位出场的是队长萨克拉莫尼 为了与中国队拉开差距 他直接选择了难度系数6.3 肢体后空翻转体900度 达克拉莫尼出色的完成的这一跳 最终得到了15.675分 跳马项目结束后 美国队评点总分46.875分 领先中国队0.525分 进入到高低杠项目 高低杠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 中国队派出了江云 杨蒂林 和可欣 森娜 高手出战 他们要在这个项目上将比分追回来 首先出战的是美国选手美美尔 19岁的他在舞台上 已经算是一名老将了 我们看一下他的表现 好 腾生回环 特卡 杰帕克这个连接0.2 低杠 分腿正滔 后跃至高杠 然后前摆180 又回来 DDC就是0.2 三杠回环 大回环360 特卡切腹好 预赛当中这个动作掉了 但是刚才完成的还不错 中川前上 这个动作是他这个动作的亮点 接 美美的这套动作完成的非常出色 为美国队开了个好刀 裁判也是给出了15.725个高分 接下来出场的是约翰逊修恩 他是美国队中唯一一个四个项目 全部出战的选手 实力毋庸置疑 确定叶根 腾身回环180 大回环360 接 肩根 腾身回环 登杠回环360 高杠前摆 180低杠暴力 跟正滩回来 DDC0.2 看他的下了 大回环后置两个720 行完这套动作完成的也是有惊无险 最终得到了15.30分 应该说美国队的表现出乎了所有人的意外 这也给接下来出场的中国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的表现 首先出场的是小将江玉元 他是一位以稳定著称的全能型体操选手 我们看一下他能不能给中国队开个好投 大环转起500次 接纽币大团 转起360 接纽 纽币540 接特卡车 抓杠 漂亮 马上要做一个临转 360 接前空翻抓杠 漂亮 镇炭 镇炭 黄梅惠 这款是镇炭全体180 加油 再换我高杠 好 打回环 打回环 两周 站 漂亮 江源顶着巨大的压力 圆满完成了拳套动作 15.975分 为中国队开了个好投 接下来上场的是杨依林 杨依林的实力毋庸置疑 她拥有全世界最高的难度 接着她的比赛中发挥出来 地主的上期限 B转 0转 扭力 540 接 特卡 好的 0.6拿到 扭反抛 领转 躯体液根 好的 又0.2拿到了 帕克 登岗 不仅回到高盗 大回环180反握 领转180 好的 下了 非常漂亮 杨依林同样以一套无懈可击的动作完成了比赛 16.80分 她一个人就把比分反超了回来 最后出场的呢是小将何可仙 她同样用一套无懈可击的动作征服了现场观众 当她完成全套动作后 现场响起了战人御龙的掌声 最终中国队的三朵金花凭借完美的表现 两轮过后中国队排名第一 领先美国队1.125分 比赛进入平衡部项目的角逐 平衡部是最考验运动员心里的一个项目 过程中稍有失误 就会被对手抓住机会 队长成飞第一位登场 然而记得她刚刚完成几个动作后 意外却发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